有些人差,他有些人比較貴會的,然後就起來好一點 這樣,清松,你... 請你先介紹,好嗎? 好嗎? 他是... 比較輕松吧,大概就是... 12年前,來這堂山坡村,開始建一堆 差不多都五六甲地啦,沒有啦,公共有一萬 差不多這兩年來,開始有些少人浪子 大概是向往鄉村的生活或者是說 做不了都市的生活,我不懂啦 反正大家都很白頭 從這邊開始 這位是從美國回來的生物碩士 現在他在我們春宮村大概動一甲多地 然後我看到他的田地很有趣 裡面經常在養福壽樓 人家都在除福壽樓 他在養福壽樓 做生物調查 生態樣區 所以其實在農村帶來很多新的事情 這位是江應德先生 他是現在這個小煎蔬菜的店主 然後在中科可能做十九年 聽說非常有定性 拍了一個女人 做了一個工作 十九年都沒有換掉 然後在這邊就突然有一天想不開說 要來鄉下當農村 最後我問他說 你這三年情況怎麼樣 做啥啥誰 他說再苦都不要回去了 不要回吳城市 他要在外面這個要接受風吹日戰 然後隔壁這位是劉先生 彭溫 那他算是單身複任 他本來跟太太都在中華電信工作 然後我算30多歲有一天跑來說到重點 他說你這樣敢付 他有跑去日本農場實習 然後太太也有去澳洲哪裡 然後後來回來 現在太太在這邊 本來在都市裡頭可能就兩人擔心 那就是雙心 那沒有小孩 那一旦突然就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看到他就是 帶著孩子在這個村子裡 那這個地方已經人口外流 然後年華老去 大家都看到老歸 阿不就是真的說到那邊 說到那邊有人 有一對年輕夫婦帶著一個小孩在這裡出生 將來一定要送去這個學校 而且那個其實蠻感動的 然後那個 留意這位叫做曾文昌先生 其實這裡有好幾個都是農二代 這是重華人 那這也是 這也是重華人 那都沒當去草地保障 帶來我們在台北市鄉親的政黨 就是我們的宜蘭 那然後在這邊 他其實也在社區大學教授農耕 然後也做很多的 他是我們裡面應該算是最會農耕 台圖人家 每百年啊 每年啊 還有色情情 就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現在走在前面 就從他們身上脫學很多東西 因為每一個人的技術技能都不一樣 然後最後這一位 是那個 我講話 那是豐不講 憲宗 他本來他也是台南人 他是農二代 家裡不種田 是種果樹的 芒果還有養魚 但是他本來是做城鄉規劃工作 後來他發現 不管怎麼樣城鄉 再怎麼規劃 到最後PaperWalk沒有用 一定要實際上去實踐 我知道他其實回去台南 種過一年田 田地種做農夫 後來可能跟爸爸不是很那個 就 乾脆再出來 來宜蘭這邊收留 他繼續讓他變成 真的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種又可以賣的農夫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這樣這幾位 大概都算是 年紀背景經驗比較特別 但是在 宜蘭變成是一個 我覺得宜蘭是 靠近台北 然後 因為這樣一個能量 台北市 我講比較簡單說 台北是 約出來的人材 我們宜蘭就用不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滿感謝台北市 欣松本身他是 日本留學碩士 你最主要是 帶宜蘭太太 我們宜蘭的土 黏住了 對對對 我們太太就是很重的人 那問題是財務會別人職嗎 可以可以 其實是可以 也是靠台北市 百分之七十的客人都在台北 對 所以變成那售價要拉高 售價會比一般的行情要高一些 那 但是在有機店來說 我覺得我們都還算是中上 因為我們不會走最高端的市場 我們還是希望天天可以煮飯 而不是買去送人 大家都不煮 我買去煮 我買去送人 他自己承認說 我們家有很多我也買去 還是要天天煮飯的人 我們要連到那一群 中上這一群人 然後care生產地的 產品的品質 care農夫的生活 甚至care我們的環境 這群人在台灣 其實已經很大量的出現 因為這些人都活下來 去年都做 三年前做 冠軍 第二年做一家庭 現在做三家庭 他的米通通都賣出去 而且賣不夠 我覺得那是一個證明 我們只有一起做 宜蘭只有一起做 宜蘭怎麼做 因為宜蘭的二旗造作 其實產量跟品質 相對都比較不理想 因為東北季風來得著 所以 那是台風季節 對對對 相反不好 結果我們農委會 農政單位中央說 不然我們為了要參加台服務 你都不要錢好了 然後就 大家算盤打一打 只有宜蘭跟台北的農夫 二旗全部放棄 跟中南部大家還是繼續做 因為他覺得我有機會贏 他認為我算什麼 我願意變得更快 問題是你們二旗 那個空下來要種什麼 二旗的時候空下來 其實相對來說 對我們來講 有一個優勢 因為我們的田地 有半年的時間 是重量給休息的 所以我們在產量上 贏不了別人 但是我們的稻米的品質 相對上 這不能騙人 你有效果 你就是餐地 土肉比較好 所以生產出來的稻米品質 跟蔬菜一樣 其實都比較軟秤 也比較耐吃 有一個消費者跟我說 你的米這樣 看頭實在沒什麼 因為太陽不夠 光和日照不足 所以它大不起來 生物質量 跟那個組織細胞大不起來 但是他說 但是你的米真是青鹽 我現在問我阿公 青鹽 就是粗粗看不三歲 如果粗粗 不然我再吃到 十年再吃你的米 養成一個飲食上的習慣 其實食物是最難改的習慣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在 他們剛剛成家立業 有開始養小孩 然後這個小孩 吃這米的稻米 以後其實就很難改變 我覺得我們要從小 把台灣人的胃口拉住 這些人愛的寶 愛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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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說故事的能力 你們二期沒有種的 改種什麼 還是都沒有種 現在是種綠肥 二期種綠肥 但是因為宜蘭的田地 二期到做的時間 剛好從差不多八月開始 之後有一段時間的封面雨季 所以能夠種的蔬菜種類 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 就開始辦體驗旅行 其實也是服務台北的消費者 那段時間來 來這邊 因為我們就比較空了 然後我們那段時間 也大量做出貨的動作 或者是像這種餐廳 然後像隔壁的二手書店 比較多的活動都會 從八月九月 天氣還沒有很冷 然後中間有點空檔 然後收割季什麼 就這樣辦 大概有一點點像農業服務業 那種植的部分 其實我有做一些 就我有五甲地 六甲地 水稻田 但是我有差不多一甲地 以下 大概幾分地 我種蓮藕 種比奇 然後種一些類似像 類似像可能 類似可能有其他的蔬菜類 但是那個東西是可以體驗用 for event 那個時候收入 其實有些時候常常想 你一分地去種水 種的餐廳就賺了 就是這幾萬塊 但是你讓他們下田 我後來發現 那一個蓮藕池 讓他們這樣下來 摸三天 就超過賣的錢 我整個人來這裡 也就是體驗 這是靠近台北市進 才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有禮物順便拿出來 要讓柯市長 這個是後來賣到新加坡 去的一個 用新松米做的米果 對 然後 米香做小顆 做貴的 就會賣得比較好 然後也可以賺到錢 奇怪 你現在可以選幾年 可以選幾年 這是我們年曆 每一年都會做一個這樣的年曆 報告 像我們的消費者報告我們 在這一年村子裡面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本來 這個白頭髮 人家做材料 頭髮就變黑了 他不算 這個文泉本來在康潭 現在一個計劃在做柱頂 本來他在幹什麼 本來他做兩三年 他本來在塞頭髮骨頭 塞頭髮骨頭 塞頭髮骨頭 這就是台大城鄉所的特殊 他就 人就有注意了 這個要人材在地上用 我們現在是這裡 我們就是這裡的人 我說這兩百塊 這個小尖書在這裡 我們深溝的銀座 這是這個村子裡面最高檔 能見度最高人來人往的地點 我們希望把這個地方 真的把一個破舊已經蕭條的農業的設施 民營廠已經必須不用 再讓它變成一個可以聚人的焦點 21世紀如果要新的農村 一定要有21世紀新的掌握 我們要跟柯市長分享 我們這次用綠色奇蹟農業新世代 但是某種程度是在說他們的故事 就是說他們帶來最大的改變 這個傳統農村本來在轉型的過程 大概就跟台灣很多地方一樣 就蕭條老化 然後最後就是年輕人都不見了 然後農業慢慢就是 變成那種規模化的冠型農業 那就是擲油啊 不然就沒有感情 就肯定都不會出來了 那他們來帶動那種新的觀念 然後持住以後 大家慢慢覺得 農村也有一個可能性 年輕人也可以進來 可以創業 可以維生 甚至可以盈利 而且那個是變成什麼 不同的那個 過去只有一級農業 現在可以變成六感農業 六感農業 剛剛林局長這樣他們講的 那就是現在六感農業 他們在講的那六感農業 所以我們這邊去年 就跟申購婆小做了一個合作 然後讓村子裡面的老農夫 來教真正這裡傳統種田的本事 然後叫這裡的婆婆媽媽出來 做一些傳統料理迷食 希望讓鄉下的小孩 從小就知道泥土的滋味 知道這裡真正的過年 過的肉粽跟豬粿的滋味 這樣孩子出去 才能夠代表台灣知道 說出我們真正的味道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 如果要考慮一下買的 那我看都有點困難 因為那都拜拜之後 可能就成功斷掉了 所以這樣子的體驗活動 我們就跟申購國小合作 然後我後來發現 台北市應該是台灣最需要接觸 這種所謂食農教育的地區 但是他們哪裡都去不了 只有出了雪山隧道 進來這裡 當天往返來回兩小時 他能夠找到一個 找到台灣農村 真正台灣文化發祥的那個味道的地點 所以我們有一點是逼得不得不做 必須要開門做這個生意 因為他們一直打電話來問 我們小孩子想夏天 想插陽 想知道泥土的味道 想知道真正肉粽 跟辣肉的滋味 要去哪裡 那我們現在就 靠這些年輕農夫跟學校 然後我們甚至在校長室 前面就開始熏辣肉 熏到那個小孩子 每次下課就跑過來 喔這個味道好香喔 欸校長我們這個可不可以吃 沒有喔 你媽媽要來做才可以買一條 然後不然的話就不夠 那我知道我明年要跟我媽媽說 她一定要來參加這個媽媽料理訓練班 把阿嬤已經傳承不下去的味道 再靠好意思的味覺跟那個拉回來 我後來發現小孩子在台北 都是阿公阿嬤的甜蜜在後面嘟嘟嘟 說不要吃東西 很古早啦 吃飯吃三點這樣 他沒有看到他的來龍去買 當他從那個東西原料味道 製作過程讓他看見的時候 換他追食物跑 欸一等給我拎一下 還要排隊我來吃這個吃那個 沒有緣起沒有起源 其實他根本沒有感情 我們必須讓他看見食物的來實路 這個事情我們做了這樣 到目前這個地步 應該可以變成產業化 因為很多人已經在這邊 從南部的小學 從台北的小學來這裡 來參訪宜蘭的食農教育小學 當成一個畢業旅行 我想這個東西 畢業旅行喔 對對對 因為他們其他地方 如果沒有這樣做 特別是台北市 一般都會的小孩子畢業旅行 就去遊樂園 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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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現 這個事情包括對國外都有吸引力 有一個香港的媽媽 每一年都帶他的孩子 從國小一直到高中 他去美國念了 都不管了 一直到這裡來 我說你坐飛機來這裡 然後坐我們這裡人都不要做的事情 有價值嗎 你說你有沒有想過 我兒子的同級生裡面 全香港 可能只有他知道 查陽機長什麼樣子 他坐在上面 這個如果叫我付錢 再花錢我都願意 我想想一想 不用去遊樂園啊 圖拉股台給他坐 好來一座去到那裡 600塊 保餐去到那裡 100塊 要自己開 600塊 因為那是水上行車啊 很多人 特別是 我想 甚至是對成年男性 都很有很大的吸引力 欸 我在這兒 拖拉股台 很大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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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感覺 因為那是很大的玩具 那很少人這樣想 但是事實上 真的可以收這種錢 農業可以成為一種全新體驗的產業 謝謝 我們要分享的 其實不是說 只要把產品賣到台北 我們希望把那個文化 文化 尤其是都會失去的 都會失去的 那個我們可以在那裡補足 讓鄉下開始說話 宜蘭現在體驗經濟 來的最多就是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也會來 馬來西亞 上海 對 這是都會型的那個部分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農村 那加起來差不多超過一千萬的人口 那他們真的會來 而且這個村子裡面 現在有一個新加坡的女生 在這裡種田 還有居留權 另外一個是香港 他拿觀光簽證來這裡下田 自己都有一塊田地 那他們就會開始 拉他們的朋友來 我們這個村子現在 我想很有趣 開始變成是 我希望將來有一個 我有一個想法產生是 如果 台灣是現在所有華人圈 富裕地區裡面 閉著眼睛去吃東西 想要安心的地方 我想台灣是首選的 不管你怎麼鬧 台灣還是最安全的地方 下一步是 所有想要 離開都市 到鄉下來過生活 甚至 夏天 務農 不管是體驗 或者是長時間 全都是對的 我希望他能夠第一個想到台灣 然後想到台灣 第一個想到醫療 就像我們想要搞一個IT 就一定會想到美國 我們要去細谷 或是去哪裡去科學研究 我覺得 其實這裡可以翻轉 重新讓農村開口說話 讓世界向農村學習 大概是我們的想像 不好意思 說比較多 謝謝 還有 小兒子有些畢業運行 校外教學 有時候退職 老師 你們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職位 對對對 有沒有 我沒有接的時間 我快點就讓我講話 快點 來來來 這個 女性農民要講話 市長好 最主要是 其實我們這邊做得好 不是只有盡量在減藥部分 這邊有利漢 還有包包我們 希望做的是一個生態田 那 我自己本身在農委會服務 所以其實 這次就跟我報仇了 不好意思 我是這個頭六 的土壤博士 所以我是從養生循環開始看 然後不是只有看 有沒有多了什麼腦 沒有什麼 那現在在試驗階段 其實這個話是要跟現場講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生態認證 不是一般的外面那種 有機認證 或是什麼認證 然後生態認證 那生態認證 其實我們有很多關 那我有跟那個處長講 我說最後一關好 我們要那個老鷹 可以回來南洋平原 我有跟青春 你跟我有看到 大觀眾 大觀眾 我們是老鷹 不好意思 在平地廣泛奔布總 那我覺得這種認證方式 是整個大南洋平原地區 都很棒的時候 那才可以得到的認證 那我們現在大概從比較小 從青蛙 從一些鳥類 比較小區塊的 那我們就要大區塊的人 所以希望現場可以 大力支持小營生態認證 我們頭一部把那些水仔 都家裡回來了 那些水仔 不可以叫 好漂亮 都常常叫菜魚走到 因為他會走得很近 他會突然飛走 唉唷 那個齁 那個我怕到天 但是我覺得那是不錯的 很好的一個 我想問一下客市長 就是 因為我本身在隔壁市小田蔬菜的經營者 那我是想要知道說就是在台北市有沒有可能就是有一個我們小農的一個可能是農產品的販賣的一個集中的地方 那不算花博嗎 我們大概兩塊 是 我們是那個台北市長 我們現在第一個既有的花博是農屋固定的假日市集 是禮拜個禮拜天 但每個禮拜個禮拜天大概都兩萬多人 但我們現在在另外定一個辦法 就是農屋市集的生生辦法 他是所有的小農民 他就可以來申請 那 不管你要用價值或這個平常日 就讓你申請 會固定的做法 讓整個台北市的小農民 可以直接在台北市來做申請 那宜蘭縣也可以嗎 嗯 歡迎 固定在花博 沒有沒有 全市 那你有沒有固定的地方 沒有 他還是要來申請 經過一個審查程序 會固定 生產9號嗎 對啊 對 問題是你要有哪個點 這樣會有販賣多 很多地方可以 我們現在的地點 原則上就是 包含公園 或者包含在捷運站的周邊的地 這個可以簡單的 市長請鄰居長 我這邊請我們洋處長 去把它搭一個平台 幫他們服務 這樣的話 可以節省 可以監視你那些 那有一個法令說公園裡面不可以有現金交 所以說我們現在用這個應店的辦法 要把它廢掉 各個辦法 就定用我們這個辦法來申請 公園 你像我們公園 我們某種那個程度在那個販賣店 只要做做什麼 我們大概也是可以讓他 公園裡面我們也有販賣部 因為在原來的公園管理辦法裡面 他是不能有商業行 除了你假的 你平時性活動不算 那我們現在針對這種小徒 他必須農夫 或者是農友 他自產自銷 然後對自產自銷效效果 針對小徒不是大型的這個集中 那有個問題嗎 就是說你說這個必須有農夫認證 那怎麼樣子的叫做農夫認證 就是會回頭牽涉到 如何認定這個人是有事實 務農的事實 跟農夫資格 因為農夫不會在職業欄上面寫出來 農夫是沒有人管的職業 對 尤其是我想我們這邊在做的沒有一個是 我們都是無業狀態 我們那個健保都是腳地六類的事業 雖然我們都是在真正務農農小農 但是我們是無地農 所以不能參加農會 他們地都是租的 農會以外的基本上就是黑顧人 我們不會限制必須農會認證 我們沒有這樣的了解 你們都沒有加入農會喔 我們沒有資格啊 我們沒有土地啊 沒有農地啊 台灣的農會法規定是 他要農地滿一分地 我們一分地 對 那奇怪 台北市很多農會 他們很多農地啊 台北市哪有農地 幹藏子的農地 對 所以也是會避免說 因為一卻有很多人不能加入農會 因為一卻有很多人不能加入農會 對 只知道你們繼續是自行跟蹤的程度就可以了 okok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是跟 那個北投農會 即興會呼的那天就好 對 對啊 台北市總有農會 農會 應該是最有錢的農會吧 台北市總有農會 北投農會啊 市民農會 問題是我都沒看到農田 在三邊還是蠻多的 在三邊 相對零星啊 不是 我們的產值還是很高啊 我們的山藥 我知道 但是有些 有七個農會 我們十個農會 台北市總會加了九個去農會 有啊 那大安區農會在哪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南邊還是有接到三 好奇怪 台北市總會忘記 而且好幾個 好了好了好了 台北哪一位 這奇怪的農會很多 其實我是比較想特別提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些小農 就是面臨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相關的支持跟補助 其實都 都不會在小農陣上 不牽涉到 不只是說因為我們 不是沒有農民身分之外 就例如說像現在的機械使用 或機械操作 其實都還是在 依附在盥行操作 那個 帶個捏制 對 所以像我們 有時候都還蠻委屈的 我們就是被 可能被 必須盥行的做完了 才換到為了 對 那我們其實面臨到的困境 都會比較多 那像機械 機械的部分 那我們的農地有時候小 有時候要找小型機械 也不容易 對 那相對應的這些資源 其實我們都不容易找 那像我們想要自己日曬谷 我們會發現找 連曬谷場都找不到 對啊 所以 所以現在 文權就是要 接骨 可是他說必須跟兩百獎切割 因為 對啊 處長是這裡的發起人 這裡的地方 是他搞出來 結果他就 繞跑 你不能說他老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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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今天都在談分享 並不是主要說 像另外在台北市民 把我們買什麼 買賣的那些都隨便 對 對 那這個供需的這個過程 因為 現在我們是 最靠近消費地的 一個生產地 但是我們這個生產地的 內容 那個 品項的內容 或是品牌的內容 有很多種 那 你如果敢於 把我們當作 你們 主要的這個 夥伴就好了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前兩天 遇到一個日本來的客人 他們住在九州的福岡 那 他們就在做一些都市跟 都市消費者跟 鄉村的生產者串聯的事情 我說 欸你們為什麼會搞一些 他們用公司的方式 我說你們為什麼會搞這個 他說 契機是311 當他們住在東京 過了好幾十年 太平歲月之後 突然有一天發現 爆掉一個電廠 之後他有一個禮拜 沒有東西進來 很快東西就再進來 可是他已經 不太敢相信這些東西 因為他是 距離 東北地區 河邊 河災的 非常近的地方 他們 一不做二不做 幹脆做新幹線 搬到 東方 東部最遠的西部 搬到福岡線 然後開始去想 原來食物對人的生活 那麼重要 你再有再多的錢 有一天你吃的東西 不安心的時候 沒意義 我覺得欸 311對日本來說 如果是一個心理上這種爆帶 因為那個是四五十歲的 很成熟的那個人 我想說如果這個事情 已經觸動這樣的一個變化 2010年是 中國大陸的食安元年 因為就是三聚心安的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 我才送走兩個廣州來的朋友 他們也開始在搞類似 普通俱樂部這樣的東西 我在想 食品的安全 食物就是生命 這件事情很少被認識到 食物現在以為有錢可以買到 但是有一天如果不方便的時候 我想台北市民會很慶幸 還有宜蘭 走路就能到這裡吃飯 走路能走進來 以前有淡蘭古道 沒有了不起 腳踏車也可以騎到 所以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不只是希望 某一個把農產品賣給他們的 賣給都市消費者的交易關係 我們希望的是 如果你在鄉下也沒有老家 我們宜蘭就當做你的老家 你就經常來認識這些農民 知道這些人 然後我農夫看著你的小孩長大 然後你的小孩看著這個阿伯亞在種田 有一天你想到的時候 其實這裡會是你 不管是花錢 然後生活 甚至退休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就會比現在 只是花錢在這裡買夢想 蓋房子會好很多 他會知道那個事情 怎麼樣對他們 長遠來說是最有益的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夢想 我想宜蘭可以跟台北扮演 很好這樣的關係 甚至有時候是這樣 台北的集合住宅 一進去就是一個村子 三千戶五千戶 之前有一些人跟我們這樣談 就是那個住宅管理委員會說 欸不然我們跟你們 深溝村來結成姐妹村 啊齁 我們要來去土地 反而我們是榮譽村民陣 然後這個東西在這裡 有兩個東西還打折 如果我們帶小孩來這裡 我們好好的 板子我接待 我們這孩子出來 如果想要露營 我們學校校園開放給你們 我們營地算便宜一點 現在營地很難找 怎麼樣讓土地跟土地聯繫起來 人跟人發生關係 然後把情感再做回來 然後台灣人彼此互相信任 其實一台灣一家家 農民不求大富大貴 農民只求你繼續穩定購買 你說今天買價錢很高 三年都不再來 其實對我們來說意義不大 你最好是價錢可以談 持續不斷地吃我們的東西 這個農民生活才過得下去 我們宜蘭農民也很很值得交 你買10塊以外是送你100塊 對 怕人家走 我們宜蘭農民不止 我們宜蘭農民不止 我宜蘭農民不止 我宜蘭農民不止 我們宜蘭農民不止